习近平首先表示两岸是打断骨头连至金的兄弟 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两岸中国人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马英九在最后的发言中表示 两岸的领导人都提到了矜持和总部久而共识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而在稍后的闭门会谈中 习近平先请马英九发表看法 马英九表明大陆和台湾共属于一个中国 两岸同属于一个国家 这一点从未改变也不能改变 习近平则就两岸关系发展 发表了四点意见 周六下午习马会上 习近平马英九的致辞 不约而同站在全民族的高度 对两岸关系的过去 当前和未来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习近平首先发言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两岸领导人见面 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 历史将会记录今天 习近平表示 过去七年台海局势安定祥和 两岸关系成果丰硕 正因为有了这七年的积累 两岸双方才能迈出今天这历史新的额部 习近平还表示 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方向和道路的抉择 我们今天坐在一起 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得而复失 我们应该以行动向世人表明 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 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并共同为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 发展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最后希望 两岸同胞携手奋斗坚持九二共识 巩固共同政治基础 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 让两岸同胞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耀 九二共识维持和平委员的现状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双方自在你走到这一程 就是因为你也得要用 九二共识一样 这样一个就是双方有共同的会议 我们都是两个国家的所有部分 那么这个对两岸同胞 没有一千段的维持 是非常重要的 两岸领导人我觉得首先表述 都是表述了对九二共识的认同 如果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 我是觉得在这个基础之上 就有理由我们可以看到 两岸关系可以建立起来更高的 对十两岸关系推向更高的一个层面 有观察指习近平的致辞可以看出 贯穿其中的是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体现了两岸在仍存政治分歧的情况下 大陆以务实的方式展现对台和平尊严的原则 展现了朦胧的兄弟亲情 这也充分表明中国人的包容精神 有能力 有知会解决自己的家务事 在习近平讲话后把英九随即致辞 两岸目前在海基会海协会首长的间 与陆委会国安办副首长的间 都已经设有联系的机制 今后应该在陆委会 国安办副首长的间设立热线 以处理紧急与重要的问题 过去有些热线但是成绩不是很高 它的白衣的速度当时也蛮快 有的更高成绩的热线 对于双方共同管控好 共同治理好 共同的面临的政治来说 是非常积极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 在马英九讲话中 中共有14次提到了和平 两岸1949年之后 那么两岸的敌对状态 在形式上面 还是因为没有去谈判 所以没有结果 因此我认为 马所提到的和平的意义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过去 两岸在密集的交流 可是两岸还是蒙上 一种不确定的感觉 两岸和平是一个最基础 也是两岸必须要垮出去的第一步 张志军表示 必能会见识 习近平首先请马英九先生发表看法 马英九表明 大陆和台湾共属于一个中国 两岸同属于一个国家 这一点从未改变 也不能改变 我觉得这两岸领导人 今天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共识 对马英九先生所提出来的 一些具体的一些诉求 也给了直接的回应 历史性的打破了建兵 对未来的发展 更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张志军表示 在听取了马英九的看法后 习近平对两岸关系谈了四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是 坚持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不动摇 七年来 两岸关系能够实现和平发展 关键在于双方确立了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没有这个定台神针 和平发展之中 就会遭遇惊抛骇浪 甚至彻底轻浮 其他意见包括 坚持稳固深化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坚持为两岸同胞多么福祉 坚持同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还强调 对于两岸不同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问题 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彼此选择 避免让这些分歧干扰 交流合作 伤害同胞互信 张志军在记者会上透露 习近平在与马英九会谈时表示 欢迎台湾以适当形式加入亚投行 首先与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两岸可以加强宏观政治沟通 发挥好各自优势 拓展经济合作空间 做大共同利益蛋糕 增强两岸同胞的受益面和获得感 欢迎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欢迎台湾以适当方式加入亚投行 此外张志军介绍习近平在会上还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梦想 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 并强调两岸同胞因牢记历史 缅怀先烈 珍爱和平 在台湾级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时 习近平指出 这是付出巨大民族牺牲才赢得的胜利 两岸双方应该支持鼓励 两岸史学界 携起走来 共享史料 共写史书 共同弘扬抗战精神 共同捍卫民族尊严和荣誉 中华民族呢 现在是史无前例的接近 实现自己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时时刻 如果两岸洗起手来 共同逃着一个目标 共同想着两岸民族发展大义 如果有了这样一个长远的理念的话 那么两岸的关系 两岸民族的交流 我就觉得就完全可以 就抛黑一些具体的小一些事情 共同朝着这个民族大义的方向 共同努力 台湾方面在洗马会之后 也举行了发布会 马英九现场发言 并回答记者14个提问 刚刚跟习近平先生的会谈当中 我们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巩固和平繁荣现状这些业绩交换的意见 大家一定很关心我们会场的气氛如何 会场的气氛融洽 而且这个非常正面 我发现这个徐先生 他讨论问题的时候 相当务实弹性和坦率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精神 将来能够反映到两岸关系的处理上去 马英九还说 我们提出国台办主任与陆委会主委 先建立热线 就紧急或者重要议题交换意见 喜先生当场表示立刻处理 而马英九还透露 在洗马会中马英九提到的导弹问题 那我也提到 在台湾蛮多的民众 关心大陆对台湾军事的部署 包括大家熟悉的那个朱日河基地 还有飞弹 他表示他们这些部署 基本上并不是针对台湾的 在记者问到 喜马会开启两岸发展的新篇章 那么未来的新篇章是什么样的 马英九表示 希望两岸领导人见面 可以成为常态 为了台湾在未来 能够继续跟大陆互动 将来台湾的领导人 跟大陆领导人 应该还有机会 在像那个仿造现在的情况 来进行 关系话说 我的目的是为两岸领导人的会面 变成的一个常态的平台 踏出第一步 针对彭博商业中刊记者提问 新人之前是否可能实现在 与习近平会面 马英九表示 会与时俱进 循序渐进 那么至于说 要不要邀请他来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下一步 一步步来 两岸关系 循序渐进 好的 马上来 联系特约评论员刘和平 刘和平 刘和平你好 那您怎么来解读 习近平和马英九 这两位领导人的讲话呢 我认为两岸人导人讲话的最大看点 就在九二共识问题的阐述上面 而且这也是大家在评论 今天的喜马会的时候 最容易忽略的一个最为关键性的看点 大家知道 过去大陆一直坚持的是 以一个中国原则为核心的九二共识 而马当局强调的是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 这个关键性的细节没有 习近平的说法是 两岸双方共同努力 两岸同胞携手混斗 坚持九二共识 巩固共同的政治基础 也就是说 习近平在讲话中 只是笼统地提到了九二共识 没有在此时此刻强调 一个中国原则 相反 让我感到喜出万外的是 习近平没有强调的 马英九却在讲话中强调了 他说 海峡两岸在1992年11月 就一个中国原则 达成的共识 简称九二共识 我认为这个关键 还有细微的差别 并不意味着大陆方面 在阐述九二共识的时候 淡化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 同时也不意味着 马当局就完全认同了 大陆的主张 放弃了各自表述 但是有一点就是可以确定的 那就是习马两个领导 在这样一个正式的场合 做出这样的表述 说明双方都在利用这样一个机会 来向对方示出善意 并且正在向着共同的目标 和方向在努力 这个目标和的方向就是 在现有的立场和的基础上 打造一个升级版的九个共识 从而使国共两党与两岸之间 在这个根本性的政治立场上 完全趋向一致 使得升级版的九二共识 真正成为双方都能够认同的 超稳定的结构 我相信有了习马两位领导人的表态之后 双方接下来很有可能就这个问题 进一步来整开谈判 那除了这个看点之外 习近平与马19还分别向两岸同胞 进行了柔性的喊话 那对此您怎么来看呢 对于习近平与马英九两个人的讲话 我的另外一个总体的印象就是 给我的感觉 习近平似乎讲了马英九想讲的话 而马英九只讲了习近平想讲的话 比如习近平说 我们是打断了骨头连着金的兄弟 是血浓与水的亲人 这是多数台湾人可以接受的说法 而马英九表示 两岸人民同属于中华民族 都市盐黄子孙 因互助合作 自力振兴中华 这会让大陆民众听着热血沸腾 甚至是热力盈化 也就是说在此时此刻 习马两个人都在以心换心 设身处地的在为对方着想 那在这次的习马会期间呢 双方还举行了闭门会议 并在闭门会议之后各自举行了记者会 向媒体介绍了会谈成果 那对此您又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根据双方事后记者会反映的情况 我对双方闭门会议有这么两个比较深的印象 首先我认为习马闭门会议 还是谈出了不少的具体成果 尤其是习近平对马英九提出的 岛内民众异常关系的问题 逐一进行了回应 而且这种回应是分三个层面来进行的 第一 针对马英九提出的异常敏感的有关 测出对台飞弹的问题 双方虽然没有谈出具体的结果 但是大陆也在寻求台湾方面的谅解 因为这些飞弹的部署 是基于国家整体安全政策的需要 并不完全是针对台湾的 那么第二 对于比较复杂的两岸负贸协议 两个负责办事处 台湾加入亚头行等等问题 习近平总体上寄与了很近的答复 并当场指示有关部门通过谈判来加以解决 那么第三 对于有限已经不太夸杂与敏感的问题 比如两岸事务主管部门和二字能之间 建立热线的问题 习近平这是当场拍板定案的 我想习近平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而且这等于是给了马英九本人送了个大礼 因为这些问题多数都是马英九竞选时候取下的 但是又尚未能兑现的承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在闭门会上还提到 希望台湾各党派团体能正式九二共识 无论哪个党派团体 无论其过去主张过什么 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 我们都愿意与其交往 但是对于分裂国家的行为 大陆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 一直是坚如磐石的 那么这就说明 这次习马会见面的对象虽然是马英九 但是习近平的实际对话的对象 就是全体的台湾民众 尤其是民进党与蔡英文 那么对于在习马会上的一些具体细节 您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 我认为这次习马会在所有的细节安排上 都非常细致非常谨慎 其目的就是为了突出本职会议的对等与尊严 在我看来 这次习马会上能够体现对等与尊严的细节 至少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 近日前两岸官方定调这次习马会 是以两岸人导人身份举行的之后 习近平与马英九两位领导人 今天又现身说法 亲自进行了演绎 不仅两个人附成对方为先生 而且都亲口说出了 这是两岸人导人的会晤 那么这个就说明 两岸的对等与尊严 已经得到了两岸人导人的亲自肯定与加值 那么第二 习马会的背景板是黄色的 没有任何图案 更没有任何文字 刚才我们深圳 瑞士特拜新加坡记者的解读 是象征着两岸都市盐皇子孙 而且两岸人导人也都没有佩戴任何带有两岸政治象征意义的徽章 这些细节都是在彰显对等与尊严 那么第三 两岸派出参加喜马会官员的人数都是完全一样的 另外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就连今天晚上习近平与马英九两人的晚餐都是采用AA字来负账的 我相信在全球媒体的见证下 两岸领导人通过口头与肢体语言显示的两岸对等与尊严 将会为世人所知晓并再入史册 这实际上就是无声的两岸宣言与声明 那么您认为今天晚上两岸领导人习近平与马英九共进晚餐 这背后又传达出怎样的一个信息呢 我认为习近平与马英九共进晚餐 大家虽然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解读 但是其中肯定还包含到这样一层意思在里面 那就是大陆在以这种方式表达对马英九个人的接受与论和 其中之一是论和马英九过去七年来对两岸关系所做出的贡献 大家知道马英九执政期间 虽然让两岸交流取得了许多具体的成果 但是也有很多领域的交流 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竞争 甚至有些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未能落到实处 现在大陆应该能够理解与体谅马英九了 因为很多事情无法推进 是因为岛内与国民党复杂的政治生态 而马英九个人已经是尽力了 那么其中这是在含蓄地表达对马英九个人的信任 这次喜马会能够以领导人身份 并得以在新加坡来举行 与大陆对马英九个人的政治诚信的肯定 是不无关系的 那么其三 这是对马英九上任以来 所推出的两岸路线的肯定 虽然马英九的不同不独不武 看上去似乎不太积极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 尤其是岛内政权即将再度转移的时候 大陆应该能够理解 这虽然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却是相对现实的选择 也就是说 喜马会期间的这个晚餐 不仅包含了政治意味 还有温馨的人情味 好的 非常感谢刘先生在线 然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谢谢 两岸领导人首次实现会谈 随后习近平与马英九也共进了晚餐 根据现场的画面来看 习近平与马英九并肩而坐 另外据台湾媒体报道 马英九特别准备了两瓶 1990年份的金门高粱 而在两岸关系中 1990年也有特别的寓意 记者会后 习近平和马英九共进晚餐 马英九还特别带来两瓶 有历史意义的金门红高粱和八坛 妈祖老九 从私人晚宴现场曝光的照片来看 这次晚宴双方坐的是圆桌 参与人员就是出席下午会谈的人员 双方各7人 一共14人 习近平与马英九并肩而坐 方便交流 双方其余议会人员也是交错而坐 现代正式圆桌宴会 按国际惯例排位 每张餐桌上的具体位置 有主次之分 主人右边的位置为上座 因此客人坐在主人的右边 表示对客人的尊重 但此次晚宴不分主客是AA制 在新加坡场地以及晚宴等费用 双方各出一半 晚宴的菜单也已经曝光 凉菜式两道 分别是金箔片皮粥 风味酱爆片脆瓜 热菜有四道 分别是香式青蒜爆龙虾 竹叶东兴斑XO糯米饭 杭式东坡肉和百合炒卤笋 主食式四川淡淡面 甜品两道 分别是桂花糖雪哈汤圆和水火拼盘 晚宴截至晚上七点已经结束 习近平与马英九先后离开酒店 马英九的专机晚间八点四十分 已经起飞返回台湾 据了解今晚喜马晚宴 马英九特别准备了两瓶 1990年份的金门高粱 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陈以信表示 这两瓶酒具有特殊意义 可以说是和平之酒 因为在1990年份的九月的时候 两岸红十字会在金门签署了协议 开启了两岸沟通 而这两瓶酒就是在当时签署协议的年份 所制造的 陈以信还说 其实两岸经过紧张和平发展到现在 历史都沉淀在这个酒当中 而在今晚这样特殊的场合 品尝着具有意义的酒 希望能够让喜马静欢 1990年9月 为了合作打击两岸间的违法犯罪活动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台湾红十字组织 在金门举行商谈 就解决违反有关规定 进入对方辟去的居民和刑事嫌疑犯 或刑事犯的遣返问题进行协商 并签订了协议书 这一协议后来也称为 品味着高粱酒 也就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纪场景 来好好品味两岸这段交流的历史 相信会有更加醇厚 也更加醉 所以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 经过这个世纪握手会商和家宴之后 两岸一家亲的势头 能否继续保持甚至是进一步的强化呢 您怎么来看 我想这确实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呢 喜马会之后两岸关系 如何继续向前发展的问题 那我注意到呢 台湾媒体人啊 他们现在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 那在今天马英九的记者会上 第一个获得提问的记者呢 他是台湾联合报的记者 那他的问题呢 就是有关喜马会达成的共识 那台湾方面将如何去落实呢 这个问题啊 确实是问到了点子上 那么台湾方面 如何将共识弱到实处 这呢才是问题的关键 那么再次呢 也想请台湾方面去重温一下 习近平另一句非常诚恳的 有关两岸一家亲的说法 兄弟同心 其力断金 那么真正你兴旺一注想 力旺一注使 那么两岸关系 两岸的局面 必然就会为之一新 而且呢 我也特别注意到 那么经过这次的喜马会 从力量推动到实施 台湾媒体啊 现在呢 也确实见识到了 习近平非同寻常的 胆识和担当 那么台湾媒体 对习近平 他的破局和开局能力 现在啊 可以说 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期待 嗯 怎么来说呢 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特别期待呢 那么注意到 台湾 有台湾媒体呢 就特别发现 以破局来开局 现在呢 已经成为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种 非常鲜明的风格 那么今天下午 喜马会成功上演 从两岸领导人 跨越66年 用力握手的那一刻呢 就已经代表着 习近平 破局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的 两岸政策的开局 那可能的障碍 一定就会比想象中的 要少得多 那么以中国人的 政治智慧 和政治创新 那我想只要守住 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的政治底线 那么为两岸 开太平的 这样的千古伟业 就一定呢 可以实现 比如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设想 那这一次 两岸领导人会 是在新加坡进行的 那下一次呢 可不可以在家里进行呢 无论是台湾 还是在大陆呢 正所谓 朝平两岸或 风筝一番悬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 管先生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现场 来为大家进行 这个点评和解读 我们也乐观地期待 两岸未来的这个前景 一定会更加的广阔 谢谢管先生 谢谢 地水石川 六十六年间 是哪些力量 在一步步推进两岸 合幅进程 破坏两岸未来 习近平有着 怎样的对台新思维 在未来 两岸领导人会面 能否形成常态化机制 杨开皇 李永杰 刘国生 邵松海 陈长文 深入解冬 起码会与护冲先生 会台与晚餐费用各自分摊 六十六年来 两岸领导人首会面 将开启怎样新局面 新加坡又为何履履 成为两岸中间人 决胜之高铁明晚 九点二十